你好,欢迎收看5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李慧 花莲县议会第二次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6号下午进行的县长的市政报告 县长徐正位除了进行报告之外 也向议员们说明0403重建过程 唯有0403镇毡重建条例法案通过花莲重建之路 才可以顺利,让大家回到正常生活 花莲县议会定期大会6号正式开议 议长张俊表示 0402、0123大地震受创花莲 希望府会能够共同吸收合作 让花莲回到正常生活 谷石流前市区的居民被迫撤离 那我们花莲原外公路、铁路更是屡屡中断 那后续,我们花莲将面对抑郑过后的防信期 以及面临方方产业的队案期 那超前部署、复建、振兴都是我们政府抗贷的 今次的就是现在许政会进行实证报告 针对全县面向建设展望 警消环境永续以及教育社福政策等 近期重要的实证重点报告 同时也感谢优质的全部团队 各几名代民间团体在0403灾后全力救灾 花莲县政府也报了灾众期 在0403工程会系统开放的时候 花莲县在0403第二天、第三天 我们也公报各乡政公所 赶快来报告我们 赶快来对我们0403大地震造成的灾众 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到了18亿 大概17亿多 0403再次6点多气的地震 所以我们协调 我们请公共工程委员会 再次把系统打开 让我们灾情扩大的部分再次呼报 所以过去会比17亿太多 现在许中会感谢全体县面 以及越南先进的支持以及指证 期盼未来在政灾与县府方面 能够继续合作 提出接近民众的意见 让宣服团队以更完善角度施政 解决民众的相关难题 期盼府会吸手努力 请听民意继续为民众服务 记得继续为民众服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